去年给大家介绍了我的好侯友 今年给大家介绍我的新屯友 纪录片 中华白海豚就要播出啦 双宝茶话会 谈天说地不乏味 今天我们来聊聊大型猫和中华白海豚的长相问题 听说大家都觉得 我们同族之间都长一个样 根本分不清有哪些区别 那我们今天就好好给大家讲讲有什么区别吧 好呀 我先来 就我们中华白海豚而言 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水中 人们很难对我们进行个体识别 只能看见我们粉色的皮肤和尖尖的嘴巴 这样怎么分辨你们呀 总不能每次都潜到水里去吧 实际上分辨中华白海豚主要靠背脚 因为我们背部的三角形背脚比较突出 而且每一只中华白海豚的背脚都是独一无二的 就像人类的指纹一样 这么神奇的吗 长知识啊 人类就是通过拍摄我们的背脚 给我们一一编号 对比照片后才分辨出我们 和你们不一样 分辨我们大熊猫的点就很多了 比如通过耳朵大小 肩带宽窄 眼圈形状等 有这么多不一样的点 那应该很好辨认吧 当然啦 也有一些其他更好的辨认的标志 比如头顶的带毛 独特的脸型 不一样的颜色等 那辨别你们是要比辨别我们简单 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看上去是粉红色 却叫白海豚吗 对呀 为什么呢 不应该叫粉海豚吗 小时候我们皮肤颜色是深灰色 慢慢成年后才退大为的纯白色 只不过由于皮肤充血 看上去就是粉红色 所以我们有三种颜色 居然从灰黑色变成粉色 越变越好看了呀 和我们大熊猫的变化刚好相反 谢谢夸奖 为什么说变化相反呢 我们大熊猫刚出生时 也是粉色的皮肤 还有着稀疏的白毛 像小老鼠一样 一到两周后 耳朵 眼眶 腿和肩带等位置的皮肤 才会长成黑色 一两个月后 就变成大家熟知的模样了 可真厉害 很难将刚出生的你 和现在的你 联系起来 而且真的和我们白海豚 颜色变化相反呢 相反的颜色变化 看来我们真的很有缘分 主要因为我们在陆地 人类能够仔细地观察我们 你们就难多了 没办法 不过除了背琴以外 我们身上还会带有一些暗色斑点 少数个体 在呼吸口后的颈部 有暗色斑点形成的环 这些也能够成为 辨冰我们的特征之一 原来是这样 我都记住了 希望长大后 我也能在一堆屯众把你认出来 没问题的 你一定可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